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,苏贞昌将于25日获民进党征召参选新北市长,26日紧接驻拜会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,同时拜访国民党籍的议长蒋根黄。 蒋根黄说,见面时,要跟苏贞昌谈A7和宜宅排污水污染新庄水源地的事,希望他请中央帮忙,尽快解决。 蒋根黄说,为在桃园机场捷运A7站的合一住宅,兴建时为规划污水处理场,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新北市十八份坑溪与崖口坑溪,严重影响水质,过去绿水长流的美丽溪流,还可以抓到虾子。 现在鱼虾死光光,水色也变得混浊为解决污水问题,营建署已同意补助桃园市负7.2亿,兴建日处理量12500吨的污水厂,第一期工程将于明年底完工。 蒋根黄说,水箱混浊,民众的感受很深刻,他将利用与苏贞昌会面的机会,转达地方的心声,希望苏贞昌帮忙向中央反映。 在污水厂还没有兴建完成前,也要求营建署想办法,不要再继续污染新庄水源地。